腦袋 腦袋 忠卫已在了 快老,快老 保护老我這子 孩子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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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我以后嫁了谁 可用不着你来管 别说话 我用事多费 放开他 要不然我杀了你 普拉玛 别别别 他是什么人 他是个赶马的 你是赶马的 别说盗马贼吧 今天有人看见个土匪经过 普拉玛 你看 他不像是个土匪 而且他还叫了我的羊呢 我叫李峡谷 我从来不亲你和汉人交朋友 那好 大路朝天 咱们各走万边 月亮荡 当荣花 荣若月光 遥遥相 哎 他还会唱我们 李素子的歌 狼有时候还会学狗叫 普拉玛 他是看下你了吧 那思雨 你 那思雨 你不该跑这么远 你不该跑这么远 今天有同伟在前面的寨子里出现过 你一个小姑娘娘 总爱跑那么远 还是早点回去吧 用不着你管 那思雨 带回去送给长老吧 我们还要到前面的林子里巡视一下 嗯 普拉玛喜欢你 你这不能提亲吧 你 今天的日子好吗 下巴铺大哥 今天是鸟叫月的第一天 月亮圆的日子 过了今天 那思雨就满十八岁 这么说 末诀头人已经死去十八年了 是时候 让我们对着米思和太阳起誓吧 来来来来 来不来啊 把这盘牛干巴给那个干嘛的小哥送去 拿马的 这是我们老板送你的 拿酒 这不是葡萄马兄弟吗 那山 把你的好酒都拿来 我什么时候没给你好酒了 阿开 倒茶 好嘞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 像是一辈子没见过酒似的 咱们又见面了 说明咱俩有缘分哪 来 喝完酒吧 我从来不起你和外人喝酒 我从来不起你和外人喝酒 就不是外人 对吧 对吧 伙计算账 你来这干什么 找一个朋友 你死神王在上 祖先有灵 今天是我们隶宿族 瓜杂世人的重要日子 我们长老会将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请你死神王和祖先赐福我们吧 你们会想知道 不论 人生能力 有死神王和祖先赐福吗 那儿 那你做什么 这儿 的 人生能不辩助你 我 被害以后 咱们氏族的事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你在管 我看这样挺好的 可是 没有一个真正的头人 终归不是长久之事 十八年前 我们在末诀头人的亡灵前 都是起过誓的 我们不能不讲信用 再说 那思雨也满十八岁了 可是让一个姑娘当头人 我担心族人不服啊 咱们利宿族女人当头人 祖辈上也不是没有过 再说 末诀头人是为我们氏族而死 让她女儿继头人之位 我想 众人不会说什么吧 可是没人知道 她是末诀头人的女儿 她太小了 我怕她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我们有责任教她去怎么做 只是担心 是不行的 阿嬷 我回来了 回来了 你怎么又去放羊了 你阿公不是让你在家好好待着吗 快进屋吧 长老们在等着你呢 孩子 有什么话 进屋跟长老们说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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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晚辈 请你们不要这样 纳思雨 从今天起 你要开始准备 去像一个头人那样去思考 不能再到处乱跑了 我们五位长老 一向米思起时 会尽力教你去怎样行事 直到你能号令九大部落 阿公 坐下 阿开 收拾完了早点歇着 好嘞 好嘞 她又出去玩去了 她还是个孩子 您得给她时间 那沈姐呢 在里边呢 是你呀 吓我一跳 怎么了 这么气鼓鼓的 出什么事了 拉山姐姐 我有心事 是有心上人呢 是谁呀 不是 这可是一件大事啊 跟姐姐说说 看姐姐能不能帮你 那 那我只能跟你一个人说 可你千万别告诉别人呢 好 长老汇 要让我当氏族投人 什么 让你当投人 除非咱们氏族没有了男人 才会能到咱们里人做投人 我不信 是真的 长老们说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个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 不信 那山姐姐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当投人多好 我们想当还当不上呢 以后啊 我们都要听你的吩咐 都是你的臣民 我的投人小姐 那山姐姐 我都快急疯了 你还跟我开玩笑 你要再这样的话 我以后可不理你了 好好好 姐姐逗里玩的 可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 反正 我只想做个立素素的好女人 陪着我的阿公和阿妈 就让我们去对歌吧 把所有烦心的事都忘了 该来的 总归会来的 躲也躲不掉的 嗯 山豹爷 豹爷 豹爷 你怎么回 豹爷 寨子里要出大事了 好 长老 你应该吃药了 那自己 他还没有回来 还没呢 这么多年 多亏你照顾我和那思雨 他父母在天之林 会感谢你的 长老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十八年前 要不是您收留我这个外族人 如今 还不知世子是活呢 长老 您早点睡 我等他回来 哎 事到如今 我该怎么办呢 长老 这些日子 您心情一直不好 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 是啊 我丢了件东西 我再找不回来 始终就要打个碗了 什么呀 是 可能 是 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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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么说的话 按照隶书出的规矩 这个女人肯定是18年以前 被我杀掉的那个头人的孩子了 这我就不清楚了 这是个好消息 新头人接位 各大部落头领都要到齐 那我们不如把他们一起干掉 他们擒弄无首 到时候还不是乖乖的听我们的 有道理 阿凯 给 你回去后 可要给我好好地打听着 仔细地看着 一旦有什么事 赶快向我报告 事成之后 我会重赏你的 您就放心吧 不过让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当头人 男人们肯定会有意见 你回去先把这个消息 露给那些最得势的男人 看看他们有什么激动 最好让他们内部全乱起来 那就更好喽 明白 戴上来 李叔叔人都会认你做朋友 无论遇上什么难事 都会有人帮助你的 绝对 你 勇叶 怎么能不能 彭琳 来 你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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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不可能 我不相信 信不信有你 我向你们的米思神启示 没讲半句假话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回来 他们现在在哪 天一黑 他就和纳珊到小树林对歌去了 夜 夜 月亮出来 月亮亮 北树醒醒来 山河南 美氏汉堡花一朵 哪是阁内 哪是寺 哪里 哪是阁内 哪是阁内 长老 蓬拉玛说 他有事 要求见您 让他进来 是 长老 这么晚了 有什么急事吗 长老 我听说纳斯宇 要当咱们呱扎士族的头人 你听谁说的 我 你怎么想 年轻人 说说你的心里话 纳斯宇他不是我们呱扎士族的人 他怎么能当我们的头人呢 再说一个女孩子 你怎么知道 他不是我们士族的人呢 我们虎士族的人都知道 十八年前 是尼斯纳阿尼带着纳斯宇 来到了下巴寨 是长老您收留了他们 所以 孩子 你听我说 不仅你一个人关心 谁当整个利素族的头人 其他部落也都关心这件事 你先回去 由谁来当这个头人 那是你私神的旨意 长老 等等 听说你喜欢纳斯宇 长老 我对着祖先的火堂启示 我对纳斯宇的感情 就像每天早晨 太阳会从山背后升起来一样真实 我正想让我们虎士族的人来说清呢 到时候 请长老您答应我 那你对纳斯宇说过你的爱意了吗 还没有 不过我想他知道 这 我对纳斯宇说过你的爱意了 我对纳斯宇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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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说说心里话哟 年轻又干一二一八 有花就见我爱她 这里的姑娘看上谁 看上哪我就另回家 一夜一夜 另回家 别唱了 你小子能唱山歌算什么男子汉 我看这位兄弟是不太欢迎我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恶意 那我告辞了 普拉玛 你为什么和一个干嘛都过不去呢 我们吃汉人的亏吃的还少吗 他们就是欺负我们隶数人老实 那也不是全部啊 普拉玛吃错了吧 普拉玛兄弟 咱们交个朋友吧 普拉玛 你把他放下 我要让他知道隶数族男人的厉害 今天你就给我滚出债吧 别让我再看见你 普拉玛 你怎么能这样的 你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 小兄弟 到我客栈去住吧 弄点药酒给你擦沙 没事 不用了 我又不是老虎 又不会吃呢你 谁 谁在哪儿 普拉玛 你这是干什么 谁呀 纳子宇 我有话跟你说 普拉玛 你什么都别说了 刀削树皮树身痛 人出恶语伤人心 我真没想到 你会这样对待外乡人 我就是不愿意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尤其是那个赶马人 我觉得他不像好人 纳子宇 我这都是为你好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普拉玛 你应该知道 我们利素佐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你有力气也不能乱来呀 那好 明天刀杆绝上 我做给你看 老板 药酒拿来了 哥桌上吧 没你的事了 您早点歇着 好 赶马兄弟 这药酒一涂上 保你明天就没事了 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 要谢就谢我们老板 不能说什么 好 有事再叫我 你这伙计还挺勤快的 他就凭着一张好嘴 大姐 别叫我大姐 不有那么老吗 咱俩看上去 岁数都差不多 我看你年龄不大 倒挺能沉得住气的 像个干大事的人 别怪我多嘴 你到我们寨子里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 是 能告诉我吗 没准我还能帮上你呢 你们的寨子 十八年前是不是被土匪洗劫过 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 是这儿吧 那个死去头人的名字 是不是莫绝 那天晚上 头人的夫人生下来一个孩子 算下来 也有十八岁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别紧张 我又不是坏人 我这次来 就是要找到那个孩子 干什么 亲手交给他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可惜啊 听老人们说 没得那孩子生下 头人夫人和那孩子就死了 死了 好 阿公 你怎么还没睡呀 又在看你的盒子 那四爷 这么多年了 你经常问我这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一直没告诉你 这盒子装的是我们氏族米斯牛头印章的 他是权力的象征责任的标志 没有他 大峡谷九大部落 就会有大麻烦 阿公 我不明白 咱们氏族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长者 还有那么多聪明勇敢的小伙子 可是你非要 非要让我一个姑娘家去做头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孩子 十八年了 一直藏在我心中的话 不敢告诉你 尼斯娜 她不是你的亲阿妈呀 十八年前 就在你出生的那天晚上 你的亲阿妈就死了 阿公 我不信 我不信 孩子 长老讲的 全是真话 那 那我的阿爸和阿妈是谁呀 孩子 你要知道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利宿族的女孩子呀 你不知道 如果她死了 我就白来了 你就是为这事才到我们这儿来的吗 对啊 明天我也该走了 反正你们这个地方 也不欢迎我这个外乡人 其实我们大家都挺喜欢你的 你的歌唱得那么好 是谁教你唱令宿族情歌的 我爹 来 咱们今天交个朋友 喝碗童心酒 真是谁 来 洗脸吧 阿山 我该离开这儿 你打算到什么地方 回家吗 我哪儿还有家 既然已经没家了 那就哪儿都是家对吧 这儿不好吗 还好 不过 我都已经跑野了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就在我店里打打下手 我这儿正缺人呢 走 你真的要走 如果一定要走 也要等到明天 为什么 今天是我们这儿的刀杆节 你不去看看会遗憾的 我没有心情 山再高也有能走过的路 你还是个男人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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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今天誰能盤上刀嘎, 起下上面那的三茶花, 它就是我們黎樹族的勇士, 就能起得我們四處裡最漂亮的宮娘! 好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亚纳山 她丢的是你 快 接着 И我忘了 你 我 宝贝 我 我 我的 我 我 我 你的 我 我 你的 你 我 考驗 说不定他已经回客栈了 你小老胆子真大 竟敢偷看我们利素姑娘洗澡 我不是有意义的 你知道这是棵什么树吗 这是一棵什么树 你知道吗 任何人都不能侵犯 你竟敢爬上去 偷看人家洗澡 把他给我绑起来 托拉玛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问他自己 竟敢爬到神树上去了 还偷看女人洗澡 我不是有意义的 年轻人 你从哪里来 山外 很远的地方 来做什么 赶马为生 替人运货 你知不知道 触犯了神术 是要受到惩罚的 我不知道 也没有人告诉我 先祖传下的族规 若有谁违反了族规 那是要受到审判的 既然我违反了你们的族规 我甘愿受罚 好 是个敢做敢当的汉子 托拉玛 在 倒石块 这就是神态 长老 放他一马吧 触犯了神术 上天是要怪罪的 我既然做错了事 甘愿受罚 开始吧 等一等 各位长老 能不能放过他 他亵渡了神术 如果不受到处罚 给我们士族 就会带来灾磊 就会带来灾祸 长老 他是汉人 他的确不是有意去侵犯神术的 我相信 上天是不会怪罪他的 这个汉人触犯了神术不说 还偷看女人洗澡 你们还替他说情 各位长老 神判捞热锅时是神的旨意 我们不可违背 我们不可违背 开始吧 张大 年轻人 你手上戴的那枚戒指 是哪儿来的 年轻人 你告诉我 你的这枚戒指 是从哪里来的 他可能会救了你 我来讲给你听 十八年前 我们这里来了队马帮 马国头叫李南兄 江湖人称快马三刀 此人行侠仗义 每次到我们峡谷 都给我们带些药品盐吧 很快 我们就成了知己 和墨诀头人 交上了朋友 今天的先辈和墨诀头人 没有 喝过童心酒 是有过约定的 我不能处罚 可是 按照我们的族规 必须有人愿意 为这个年轻人顶罪 我们必须为 我们朋友的过错 承担处罚 长老 我自己的过错 自己承担 这已经不是 你自己的事了 如果 没有人愿意 为这个年轻人承担 我愿意承担 长老 我愿替他顶罪 好 不愧是利宿族的好汉子 我不要他待我受罚 不要紧 这对利宿族人来说 算不了什么 上刀山下火海 是利宿族人的本事 干嘛的 你不要得意 这不是为了你 这是为了我们利宿族 曾经对朋友发过的誓言 这是为了我们利宿族 年轻人 你看看这 这是我父亲的刀 是他的 你真是李南雄的儿子 你父亲现在哪里 身体可好 那次遭难 家父为了保住末节头人的一件东西 跳下了悬崖 摔断了双腿 去年已经病逝了 天神会保佑他的 你父亲是我们利宿族的一个朋友 好人哪 长老 这次我来 就是为了完成家父临终前 交付给我的一件任务 他说这件事 对你们很重要 让我发誓一定要把它办好 什么事情 他让我找到末节头人的孩子 并让我亲手交给他一件东西 东西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但如果我找不到这孩子 没办法把东西交给他 我怎么对得起 我父亲的在天之路 可是我听说这孩子 没出生就死了 这是真的吗 死了 谁告诉你 纳山姐姐 年轻人他们知道什么 我这就让你见一个人 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孩子 三个人 就让你救命 这人都要救命 你们都把他救命 这人都要救命 了 那天晚上 你的阿嬷生下了你 得知你阿爸 死在土匪枪口下的消息后 你阿嬷气血攻心 就死在 生你的那个草棚里 那时 正巧尼斯娜来到这里 我便收留了他 从此 尼斯娜便以你阿嬷的身份 收养了你 十八年了 我怕别人伤害你 不敢告诉任何人 没人知道你是头人的女儿 阿公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直到今天才告诉我 就是为了他 这盒子 原本是装咱们氏族米丝牛头印章的 有了他 这一段印章就会大乱的 十八年前我们向天神起过誓 不论你生下是男是女 都要记这个头人之位 这是不能随意更改的 可是 长老 家父让我交给你的也是一个盒子 会不会和印章有关系呢 我想到了正想说这件事 那盒子呢 我今天走得匆忙 在客栈里 是谁呀 是李兄弟吗 这到底是怎么了 不是我干的 大姐 别急 我们相信你 这么说 也有人在找什么东西 那赶紧看看东西丢了没有 这是什么 好 月亮山石洞 当年你父亲马帮进峡谷时 就是在那歇脚露宿的 长老 那我去那个山洞 把印章取回来 我跟你一起去 我认识路 不用了 我自己去 山林对纳斯玉来说 就像他对自己的床榻一样的熟悉 让他给你带路吧 谁 那山去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东西 天一亮就走 千万不能露出半点风声 我知道 后天就是祭神的日子 千万不能迟了 月亮山洞 对 天干亮他们就走了 我带几个人把他们抓回来 不 他们取了东西肯定要回来 我们就在路上等着他们 到时候 印章和然都一起到的时候 那不是更好吗 大哥高啊 好 回去再给我办一件事 好 来 我来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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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去打水 这些柴火有些湿啊 你歇会儿吧 我来 哪有这种道理 在我们利宿族做饭呐全是女人的事情 照你这么说 没有女人我就吃不了饭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看不出来呀 你一个赶马的 做饭还挺在行的 是不是 以前没有女人给你做过饭呢 有啊 你不是在帮我做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秦米斯神王保佑两个孩子平安无事 长老放走了那赶马的小子 还带走了纳斯宇 他们俩人私奔了 阿开 上菜 好好好 还有比这更减重的事呢 待会儿再告诉你们 长老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这小子触犯了神术 就这么轻易地放他走了 还拐走纳斯宇 走 阿开 你跟普拉玛他们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呀 怎么了 好 等我弄清楚了 回来找你算账 算账 还不知道谁和谁算账 妈妈 你们有什么事 阿妮 我们有事先问问下巴布长老 长老现在没空 你们先回去 阿妮 我问你 纳斯宇是不是跟那个赶马的汉人小子私奔了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明白 那好 你让纳斯宇出来见我 普娜娜 你心中的怒气蒙蔽了你的双眼 是什么怨恨让你这么焦急呢 长老 您办事历来公正 受人尊重 可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偏偏选一个女人来当头人 现在倒好 她已经和那个赶马的汉人小子私奔了 你又如何解释 普娜娜 世上谎言流传最快 是因为我们没有十足的耐心 去等到真相出现的那一天 我会告诉你的 既然在您这讨不到公告 那我们就去找其他的长老 走 你 长老 长老 想家了 李大哥 你说万一印章找不到 那该怎么办呢 别想那么多 睡吧 明天我们去过假呢 肯定能找到 真怕部落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你还是没有想好 是吗 什么 做头人哪 这件事情 就像一座山一样 压在我心里 我看不见山的背后是什么 我很害怕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你们做头人是怎么一回事 也许跟我爹当年做标局剁靶子 是一回事吧 听我娘说呀 当年别人推去我爹做标局剁靶子的时候 他也想过很长时间 我娘就问他 你为什么想那么长时间啊 我爹说 现在我是为了一家三口 可是一旦做了剁靶子以后 就关乎到几十口子的事了 所以呀 做头人就得担担很多的事情 可我是女人哪 不管怎么样 你已经不能像其他女孩那样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不愿意那样 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你真应该为自己的部落好好想想 是你自己的事了 我都 Points 明信 我们是一样的老师 我只是 going全身 了 你不是ap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开 我起了 什么事啊 三晶半夜的 你说 你到底跟普拉玛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我只是说那思雨和那赶马的去了月亮山了 又没说他们去干什么 如果士族里人知道他们去干什么 就有好戏看了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你可千万别说出去 万一大家都知道真相 那就不太平了 不讲出去也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就看你答应不答应了 理解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我都答应你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我们立宿主人从来是说话算术的 从今往后 这仙克莱客栈就是我阿K的了 你那山就是我老婆了 你不要脸 你看你看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那就算了 咱们走着瞧吧 你还犹豫什么呀 尽管咱们就肉动防钻 你滚 你给我滚 我告诉你 咱们走着瞧 你现在不答应我 别外道说我对你不客气 好了 别跑远了啊 等我们回来 走 你敢向米斯启示 你讲的都是真的吗 普拉网兄弟 我要是有半句假话 你把我扔进怒江里 见了长老吗 你敢不敢出来说事 敢啊 把我看到的和听到的都讲出来 咱们是朋友啊 好 各位市主长老在上 先生晚辈普拉网一敬 普拉网 你有什么话要说 那好 你们晚辈不恭了 各位长老 可知道你们瓜闸氏族的米斯牛头印章现在何处 当然是下帕部长老一直在掌管他 可据我所知 米斯牛头印章已经丢失十八年了 十八年了 下帕部长老一直隐瞒印章丢失的事实 让瓜闸氏蒙受屈辱 此事一旦传出去 此事一旦传出去 其他的士族将如何看待你们 这个后果将不堪设想 拜请各位长老尽快定夺 这件事非同小可 等我们见过下帕部长老后 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已不迟 请长老尽快 请长老们留步 我还有一事向各位禀报 纳斯宇昨日已与那个赶马人私奔了 这种女人难道还能当咱们士族的头人吗 你说的不对 纳斯宇和那个小伙子不是私奔 他们是受长老之托 到月亮山取回印章的 南山 你不要再为他们说话了 这可是关系到你们士族的大事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如果不信 你们等两天以后他们回来了 不就清楚了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 长老会应当和下帕部长老 好好谈谈了 快看 月亮山 这儿 过去 我老了 看来活不了几日了 我想还是 从我们长老会中 重新选出一个组长 如果纳斯宇 能够找回米斯牛头印章 那他还是我们的心头人 这说明天生还在关照着这个孩子 如果纳斯宇他们找不会印章那怎么办呢 那就说明天神的手已经离他而去 但是在他回来之前 你们谁也不准闹事啊 今天有人在林子里发现了土匪的马队 在什么方向 在月亮山的背面 还会怎么办呢 我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天神保佑我们俩能平安回去 愿天神保佑我们利宿族永远平安祥和 李大哥 背影太大了 咱们还先逼一逼吧 我看这几下不了多久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别让张老公担心 我看这林子里也不贪财 这也太大了 纳斯宇听到她是怎么回来的 这是李四郎对他们的长法 我和张老他们去说这头该你来当 不行你们说纳斯宇的坏话 这头认我不当 我就是想纳斯宇做我婆娘 我告诉你们 等她回来咱们就去抢 抢亲 快去抢 那是你说我的 别人谁也抢不走 好 过了这山 我们就到家了 这是毒箭 你要干什么 看不出来你巷子还挺立的 有人吗 纳山 你给我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边 你已经不是这的人了 赶紧给我走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老子是来买酒的 我是客人 我没酒卖给你 别不失去 老子发了 有的是钱 老子饿了 给我弄点肉 再给我备两盏子酒 我带走 快点 硬张在哪儿 什么 什么硬张 你就是那个要当头人的女孩子吗 你把她放了 只要你们把硬张交出来 我就放了你们 我听说你不愿意当头人 既然不当头人 还要硬张干什么 你就把硬张交给我吧 硬张在哪里 快说出来 她已经中了毒箭了 你看她 要三个尸身之类 不给解药的话 她就会死的 我求求你们了 忘了我们吧 纳思雨 不许哭 你忘了你自己是什么人了吗 不要怕 寨子里的人 会来救我们的 她不知道硬张在哪儿 硬张是我躺起来了 用不了多久 你们都得求着我 你知道吗 吃完了马上离开这儿 我还有事呢 你是不是在等那个赶马的小子 我告诉你 她回不来了 你怎么知道 反正是回不来了 我不会告诉你为什么 我知道你喜欢的小子 一个 丑婆娘 是吗 是 救人家作丑 我这人在哪儿是有限的 来 来 她要是再不说是硬张在什么地方 就把这个人的衣服给刨了 来 刨 等等等等 我说 我说 别跟我耍滑洞了 我告诉你 你也不知道 我现在这个样子 也走不了路 这 这让她领你们去吧 你又在耍我了 没有 但是 她如果把硬张找回来 你一定要放了我们 怎么 你们连一个女人都怕吗 好 东西在哪儿 结果只能跟她说 好 你 我 是 你 你 我 你 这片山林 就像你床榻一样熟悉 对吗 山林就是你的家 对吧 你一定能找到的 把这个李山给我看好了 自从祖先带领我们进入峡谷 我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年复一年的守着自己的 木楼田园和山林 我们氏族和其他部落一样 和和睦睦平安度日 这是托弥斯天神和先祖的保佑 我们才到了今天 找到以后 你不要再回来 山林就像你的床榻一样熟悉 对吗 大家都知道了 代表我们氏族的米斯牛头印章 在十八年前的那天晚上遗失了 这件事就像一块石头 一直压在我的心上 作为氏族的族长 我一直不愿意看到 整个利宿族 为争投人之位而产生争斗 所以我隐瞒了这件事 直到昨天天神照应了我们 把一个值得我们信赖的朋友 带到了我们的身边 同时也带来了印章的消息 长老 我有话要跟您说 纳山 你这是干什么 纳司与他们可能出事了 怎么了 你问他 你听有什么 啊 你听不 说 你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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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看不懂 你听不懂 来 长老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铺拉玛 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群土匪的巢穴 今天应该是他们的末日了 铺拉玛 虽然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个赶马的 可是我一定要叫你把他给救出来 长老 您放心吧 这是两回事 我就是豁出我这条命 也要把他和纳自己救出来 土匪们的枪比我们的好 你想怎么做 我们在暗处 我们就要像打豹子一样 一个一个地干掉他们 我不希望你们之中 谁回不来呀 知道了 我来看 我来看 你真的想去 这种变化 撒 你 我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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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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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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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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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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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在哪儿 他去回山 找医疗 拉马 拉马 山 山豹跑了 你们现在就赶马呢 兄弟 英国在哪儿 在山豹跑了 海方 海方 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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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草 日本 啊 好 好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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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对天神和祖先的神灵启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 我都不会被灵人 那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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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面印章历尽了苦难 上面有我们族人和朋友们的鲜血 所以 我会像珍惜生命一样的 去保护它 虽然我还年轻 但是我知道 无论再遭受怎样的痛苦和灾难 我们都会渡过去 因为有你们 我的家人 还有那些喝过同心酒的生死朋友们 俗话说得好 一根绳子容易断 十根绳子拧紧 希望我们令祖族永远地在太阳和山人的避免之心 那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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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遭受的劫难 多亏了李峡谷的帮助 我们几位长老想提个建议 往后 凡是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 是不是都给他们一个幸物 以便他们能得到我们其他寨子的协助 嗯 那就用这枚印章作为通关的信条 什么事 李峡谷想见各位长老和头人 嗯 让他进来 你好 拿子语 孩子 应该叫头人 你好 头人 嗯 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 今天 是来向你们各位道别的 你要走 我的朋友 为什么要这么快就离开呢 多住些日子不好吗 我们还没有好好地谢谢你呢 我要办的事已经办完了 再说 朋友之间是不用说谢谢的 我走了 希望你 你们 保重 保重 同人 你应该挽留他呀 他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同人 他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他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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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你还要回来吗 回去吧 会的 别忘了我们喝过同心酒的 喝醉了也算吗 我们秘书族人 只要喝过同心酒 都算数的 后会有期 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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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身一只手 我一身一只手 双手捧弃 这碗 这碗 用足球 我一身一只手 你一身一只手 双手捧弃 这碗 这碗 用足球 你一只 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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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只 你一只 来过 你一只 来过 你一只 你一只 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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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只 喝了同情酒 一輩子不回頭 喝了同情酒 永不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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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輩子不回頭 喝到同情酒 永不買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